有一次之前的航空公司派我首飞 普山飞往新加坡的班机 由于是首航 所以我必须从新加坡搭机到仁川 然后从仁川到普山待个晚上 隔天早上飞回新加坡 当公司的航务处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 我只是说 I would love to do it but please no train to 普山 结果办公室的人80%的人笑了 20%的人觉得我在讲什么东西呢 如果听到这里的朋友 你也听得懂我讲什么 表示你也有看那部电影吧 虽然我嘴巴是这样想 但是我心里面实际的想法是什么呢 让我说给你听吧 首先我以旅客身份飞到仁川国际机场 然后呢 如果我要转国内线 我必须拉着我的行李 走到金浦机场去换国内线 然后搭机到普山 所以前一天在新加坡张义国际机场所做的程序 我要重新再做一次 就是我必须到柜台check in 托运我的行李 然后再经过海关 再次检查我的护照跟我的签证 然后到登机门等着飞机 通常我必须要一个半小时之内 就要走到金浦机场去 但是如果我带了棒球棒 做好了对抗上司的准备 这个程序就会变成简化很多 首先呢 我可以慢慢的去拿行李 跟我的组员去吃个早餐 喝杯咖啡 聊个是非 晃晃悠悠的走到高铁站 不用检查行李 不用再检查证件 就可以直接搭车了 你可能会说 搭车比较久啊 搭飞机比较快啊 其实也不难 因为金浦坐到普山的飞机 要一个小时十分钟 但是如果你胆敢坐火车到普山的话 其实只要两小时十五分钟 还有别忘记了 如果到达普山机场 我还是要先通关检查证照 然后再等行李 如果是搭乘高铁 你就可以直接下车出车站 而且基本上高铁车站的地点 绝对会比机场更方便的 所以第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我 你会搭高铁到普山呢 还是搭飞机呢 公布答案 我们是搭飞机 不为什么 就是为了支持航空业 回到这个影片的主题 就是说高铁的科技跟速度 不断的在增进 航空业面临的挑战是越来越多 针对国际线的越洋飞行 你没有选择 因为你不可能划船到别的国家去 不过各家航空公司的国内线 其实是获利很高的航线 就以台湾的国内线而言 当初高铁还没开通之前 台北台南 台北嘉义 台北高雄 真的是飞机满天飞 但是最后在 2012年8月31号 晚上9点30分 最后一班飞机从小港机场 起飞到松山 就结束了台湾西部航空运营的历史 当初也造成了几家航空公司的倒闭 然后及时的出走潮 对于一些幅员广大 境内需要国内线的地区更是如此 像日本 韩国 中国 马来西亚 印尼 如果他们盖高铁的速度跟中国一样快 或者是他们请中国来营运他们的高铁 很快的就会像中国境内一样 我常常跟我在中国飞行的同学说 最好赶快换国际线 如果你继续飞国内线 很快你就没有工作了 虽然目前北京到上海是全世界第六名 最繁忙的国内航线 然后从虹桥到深圳是全球第九名 但是也可以想象说 如果这两个地方的高铁速度增加 或是音量增加 对这前六名跟第九名的地位 其实是会有冲击的 越南的河内到胡志明市 是全球第四名 如果到时候中国的一带路的泛亚铁路一盖城 如果沿线从中国到河内 接到胡志明 再接到泰国 马来西亚 至新加坡 这个时候航空业怎么办呢 再加上最近讨论热烈的 新加坡到吉隆坡的高速铁路 有人称龙兴高铁或是新隆高铁 好像有死灰复燃的感觉 我也曾经做了影片 请问各个朋友在新加坡跟吉隆坡 你是愿意搭飞机呢 还是你愿意搭高铁 然而大部分朋友的答案是 他们比较愿意搭高铁 因为搭飞机就是太麻烦跟浪费时间了 加上印尼最近开东第一条高速铁路 亚万高铁 获得的回响也是蛮好的 印尼的空中交通就是飞机太多 常常造成延误 如果它能增加运量或是开通比较多的高铁 我在想印尼的航空公司 对国内一些的一页 可能要事先做好规划 以免到时候的运量突然减少 造成航空业极大的损失 总结的来说 我认为高铁有以下的优点 第一个是它班次比较多 第二点是沿途很多停靠站 可以做更好的旅游规划 第三点就是票价相对的便宜 第四点就是车厢里面的自由度比飞机高很多 你可以到处走动 第五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是 你还是可以用自己的手机 或者是你的笔电来上网工作 不像在飞机上面 你可能要购买很贵的WiFi 第六点是搭车的程序相对性的比飞机简单很多 第七点我不想承认 但是基本上搭车的安全度可能比飞机高一点点 大家认为除了这七点以外 搭乘高点还有别的优点吗? 请跟我们分享 接下来当然要说搭飞机的优点 因为不能灭自己威风长他人自弃 我还是恳请大家多多支持航空业的 第一个优点就是说 通常每个机场的规模都很漂亮 而且是一个很好休闲的地方 机场的建设通常比车站好的太多了 第二点就是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情况之下 飞机当然比高铁快很多 第三点是说 如果你知道如何购买廉价航空的机票 有时候飞机票是可以比高铁票更便宜的 就是说飞机的票价比高铁的票价更有弹性 我会做一个影片来告诉大家 或许你可以买到更便宜的廉价航空机票 请期待 第四点就是搭乘飞机是一个身份的表征 我们常常听说有人搭什么航空公司的商务舱 然后来开箱的 确实比较少听到有人搭高铁的商务舱 然后到处跟朋友炫耀的 我虽然没有搭过这么高级的火车 但是我知道有些旅游火车是非常尊贵的 这个就是不在这个话题之内 第五点就是在搭乘飞机上面的服务 不但是服务的人员服务的食物跟服务的品质 通常是比搭高铁好的非常多人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严肃的问题了 如果你的国家有国内线也有高铁 或者是你去中国日本韩国旅游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会选择搭乘高铁呢 还是你会选择支持航空业呢 请告诉我们你的答案 也告诉你的想法跟你的理由 在此先谢谢你的分享